当缘分到来时 陌生的彼此接受了对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24岁的思婷是一名中学老师 28岁的马克则是个兽医助理 从小他们的共同兴趣是饲养宠物 我从小就喜欢狗 我是比较怕猫 我一向来都喜欢猫跟狗 我从婴儿的时候 我妈妈就有一只狗了 所以我就是很适应跟狗生活在一起 还有我们家里的狗都是跟我们一起做东西 一起看电视 一起睡觉 一起吃饭 所以我的生命没有狗 就是觉得很不自在 开始养鱼鱼 我养很多只鱼 我养乌龟 养到他们去的时候 然后看到楼下有阿姨喂猫 只是妈妈不习惯有猫跟狗在家里 然后我就慢慢帮阿姨喂猫也是 两个陌生人 由于志同道合 十一年前到动物收容所当义工时相遇了 他没有跟我讲过话 所以我们只是知道鼻子的名字就对了 他很有爱心 我就慢慢慢慢就跟他接触了 接触到了 就跟他讲话 几初他是找了一个机会跟我聊一下 就是为了一只死去的狗 那时候那边他们没有资金 狗去之后没有拿去火挖 所以我们就埋那些狗来 所以我们挖一个很深的洞 把那个狗埋了 所以Christine那时候是她的朋友帮忙挖那个洞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她没有挖不够深 所以下大雨 然后我看到那个脚突出来 我就问那边的货帮我讲谁买 她就跟我讲谁买 我就直接去问Christine 所以她就是用了设置的机会 SMS给我 然后之后她就叫我 表面看起来一个沉默稳重 另一个箭坛好动 两个性格似乎不太一样的人 开始走在一起 她是比较冷淡 然后她不大会说话 你拿她 然后让我看看她 Elvis 我不喜欢跟人家解除 所以我去跟动物做工 Elvis 会做工 她就是让我很舒服 可以谈心事 可以什么都可以讲 两人约会时的话题 也总是围绕着动物 全部的钱和时间 都是挖在这些狗跟猫的身上 所以如果我们想出去的话 就是星期六她来我的家 然后我们就到39号 去那个Elvis那边照顾那些狗 带出去他们走路 还有给他们冲凉 就是这样过时间 星期六跟星期天 虽然我们在一起八年了 但是我们看的电影 我看不会多我十根手指 两个人恋爱的方式也挺与众不同的 从最初去收容所照顾猫狗 到后来每周一次的捉狗行动 我们七年前就在隔壁的工地 开始喂流浪狗 起初本来有大概六十多七十只狗 那只黑色的它好像在这边 去年开始它们在隔壁 开始发展那边地 大概三四十只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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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婷和马克把捉到的流浪狗 阉割绝育后 才为他们寻找领养的家庭 我们能收留的我们就收留 可是我们那时候收留大概三十多只狗 它们有些有热蚤 有些有浮热 所以我们育了之后 育了后就有人领养了 对于马克来说 有缘找到兴趣乡头的伴侣 是很幸福的 对我来说很难找到一个 可以一起做喜欢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很难找到一个 可以一起做喜欢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很难找到一个 对我来说很难找到一个 但是如果要去捉别人的话 我跟它们讲 我们不可以去吃饭 拜六我不要去吃饭 我要去抓狗 哪一个女朋友会 哪一个老婆会这样理解 思婷和马克都相信 照顾流浪狗时 避免让它们无限制繁殖 才是负责任的行为 因此两人经常捕捉它们 帮它们做绝育手术 但这却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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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那个笼子很重 就是整天那个脚跟手臂挂伤 有时候我们等了很久还是抓不到 根据2015年国家发展部的数据显示 本地约有7000只流浪狗 被捕捉后 其中265只狗找到领养主人 另外942只被人到毁灭 有些狗我们淹了放回去 几个月后或几年后 被政府抓 抓去给它按了死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这些未流浪狗的人 在新加坡 我们觉得我们这么辛苦 去淹这些狗 但是最后他们的生命也是 没有什么好处 虽然这份义务工作也有令人沮丧的时候 但是两人却不轻言放弃 在动物收容所周末举行的领养活动上 也看到他们的身影 为无家可归的狗儿寻找安乐窝 对 对 对 小狗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家 因为他们比较可爱 但是人家领养后 一定要负责任 因为这些小狗不容易照顾 有时候会玩 会乱咬你的东西等等 所以我们给人家领养 也是不容易地工作 照顾他们也不是一两年的事 这是最终到他们死为止 这只狗叫Alvis 九年前出现在斯廷和马克的生命中 启动了他们立志拯救流浪狗的使命 我们一起救过的第一只狗就是Alvis 原本我们是想为Alvis找到一个家 但是以前在新加坡 很少人会给这些流浪狗一个机会 所以Alvis问题就是他越来越大 然后人家看了就吓到 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住在政府组屋 所以要给他一个机会跟费领养 就是很少人 为了给流浪动物一个家 两人在三年前跟几个朋友 合开了这家动物收容所 作为他们的临时避风港 等待合适的领养主人 而照顾小流浪狗 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些宝宝在街上生的时候 因为妈妈不见了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奶喝 所以我们就到这边来 就是差不多每天一两个小时 就是要喂奶 喂奶是很辛苦 就好像是你有自己的孩子这样 晚上睡不着的 因为他们会一直哭 带到这里的成年流浪狗 则会被送到兽医诊所进行绝育手术 留医三天之后再被送回原地 有些人觉得很残忍 只是我在八十十年 我每天很多次都在路边 找到被车撞死的小狗 捏过有时候都认不出来是狗 被车撞了还不用紧 后面多一辆车来撞多一次 你阻止不了的 因为有些是高路 所以我可以停止那个繁殖的 of every female dog 我就会这样做 因为是很 你看到的时候是很心痛 马克负责的收容所 目前收留了大约四十只流浪狗 每个月总会有来自各个企业 和国际学校的义工前来帮忙 马克说 和五六年前比较 现在主动当义工的人比过去多 人们对流浪动物的认知提高了 不过日常的运作 还是仰赖这里的几个合作伙伴 冠林是其中一位 他一个星期会有两三天到这里帮忙 冠林和马克 斯婷认识了五年 觉得他们很相配 他们对狗的那份爱 这个是肯定一样 然后可能马克会比较就是 是以行动来做东西 可能欧欣的人会比较喜欢做这些 好像有人来 然后他就会招呼那些人 所以他们性格是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其实这样子反而比较认对 一年前 斯婷和马克结婚了 对于两个爱狗人士 婚礼典礼上少不了他们的爱犬的参与 好 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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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仪式当天 为了让心爱的宠物Bobby能够参与 他们特地选了动物可以出席的地点 婚后的家庭里还有一只老狗Jerry 他的年龄相等于人类的75岁高龄 Jerry原本是工厂里的看门狗 因为老弱而被弃养 马克和斯婷收留了他 希望他能在一个家庭里安享晚年 给予他犹如家人的看顾 他晚上可能会尿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这个人晚上 我睡的时候就是两三次会起来 有时候要给他洗澡 有时候要骂干净 但是我是很喜欢干净 所以我家里我是一定会骂低 还有我一整天一定会骂低的 三 四次 所以照顾他是比较多时间 或许是寄情于动物 有了家庭之后 他们并不急着养儿育女 我们是想照顾这些狗先 还是想继续做工 因为他还年轻 原本是决定领养 如果我们真的要孩子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孩子 需要一个家庭 所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我的想法每次都是这样 你可以领养就领养 钟爱动物 结像情缘 九年共度 欢乐忧愁 是 找到了 是 找到了 因为很难找到多一个对象 有一样的兴趣 一样的嗜好 可以肯喂狗做这么多事情 还有不怕脏 所以我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 我通常我是不需要人家帮我的 我可以自己做的事 我多数会自己做 但是关于狗的事情 有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应付不来 对 我看我在这个世界上 是找不到像他这种男人 黄锦达来自马来西亚的太平 十九岁那年刚来新加坡求学时 遇见了一只流浪狗 或许是天涯香之结缘 让他在二十多年后 决定出版插图绘本 来讲述相遇的故事 《转角遇见你》这本书里面 那个小白狗 其实是发生在新加坡 马斯林那一区 就是靠近关口那区的一只小浪浪 因为对我来讲 新加坡是一个完完全全陌生的大城市 从一个小城来到这里 我为一节的 跟我比较亲近凡的是那只小浪浪 那个时候是住在大哥家 所以也没办法带他回家 所以他就是这样 静悄悄地在我生命中消失了 二十多年来 这份遗憾深深烙印在锦达内心深处 就在锦达画绘本期间 同样的情景再次发生 或许这就是他和当年 小白狗缘分的延续 锦达在住家附近草丛 发现这只流浪狗时 他才出事几天 锦达把他带回家照顾 因为家里已经有两只狗儿 满月后他送给亲戚领养 可是不到半年就发现他被虐待 我看了我会很心痛 他就躲在一个角落头 一直在战斗 你去想想一下 一只在家里长大的狗 你就是一个无缘无故 将他丢去一个手里锁 你去想想他的感觉是怎样 他就只有怕 那么当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寶寶的时候 他只转回头看我一眼 就整个人冲上来抱着我了 就是紧紧地抱着 整只这么大只的狗 就是要我抱着 然后我也忍受不了了 我也掉泪了 然后这只小瓜 它就一直去舔我的眼泪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向自己说 无论多困难 我都会救你出来 他把宝宝领了出来 让他暂时在动物旅馆接受辅导 他一周三次到来探望 带出去溜达半天 他在我身边时间也不长 他给了我美好的回忆 有伤心也有开心 所谓的开心是因为他 他小的时候泡奶给他喝 就照顾他跟他玩 难过的事情是因为 我将他交给了错的人 让他受了一些苦 所以这些是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营救流浪动物 两年前 他选择辞掉在国家文物局 当了十年 月薪近四千元的设计师工作 全情为流浪动物谋福利 我40岁那年 就觉得我是时候去做一些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或者对生命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当中所得到的喜悦 也是其他的东西没有办法给得到我的 锦达的家 就像个临时的动物收容所 他时常把动物带回来照顾 这两只狐狸犬六年前被弃养 锦达收留了它们 在他眼里 狗儿的感情最纯真 无论前族人怎么去虐待它们 它们只记得爱 忘了仇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人应该向动物去学习 因为人已经忘了 最基本的东西 忘了 爱 其实爱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了 为了散播这份爱心 这两三年来 锦达把动物绘画作品送到欧洲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为一些动物组织筹款 有时候 他也会为个别动物筹集医药费 这只贵病犬是叫做福仔 阿虎 它是在我Facebook里面看到的 就是它是被虐待 然后就被一名好心的人救了 就快点赶忙带它去看医生 那么看医生这时候才知道 其实它已经不大型了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能提供的帮忙就是画阿虎的画去卖 我其实当然觉得很开心 因为至少可以出一份力 很遗憾的是 画康还没回到家 还没去乡那幅画的时候 阿虎已经离开了 这对兔子是锦达五年前 从垃圾桶边捡回来的 隔年就生下了小兔子米卡 每天锦达的生活时间都围绕着这群宠物 忙里忙外地把它们当孩子般照顾 习惯就好了 我不觉得是一个压力或者是努力 因为对于我来讲 虽然它们是动物 但是它们是生命 我在照顾生命 而且对于我来讲 它照顾它们跟它们生活在一起 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虽说如此 锦达偶尔还是会出去找朋友聚会 看电影轻松一下 只是现在的花费比以前节俭多了 之前就会去吃好料 去走去shopping 现在没有了 现在比较倾向于心灵上 是内心上方面的 反而是你会觉得更自在更轻松 比我在上班的时候快乐得多了 选择简简单单的生活 单纯地为动物付出爱心 今年42岁了 锦达怀抱着一个梦想 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 住在一个很大自然的地方 我喜欢种植 我喜欢做当农夫 我也喜欢动物 所以如果我可以当农夫当儿 我又可以照顾到流浪灯 我觉得是一件最美好不过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梦 这位梦祖地说 我们下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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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断了